大家好 我是芒芒 芒芒 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 网易严选的黑猪肉 我相信大家没有吃过猪肉 应该也看过猪跑 这样的吗 现在人有看过猪跑吗 我现在就跑 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到了 杭州的网易园区 要去他们的网易食堂 亲口尝一尝 网易的CEO丁磊养的黑猪肉 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不用加胎头 很熟 大家都可以 尝一下小丁 小丁养的猪 对 那么赶快进去吧 我们刚进入园区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 巨大的雪猴把扛回家 感觉已经有很长的岁月了 因为它上面都已经裂了 但这把真的好大 这个是魔兽世界的象征 站在这个里面帮我合张影 来都来了 拍张游客照 它这个雪猴是当年网易 拿下魔兽代理权的时候 做的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整个园区里面 为二永久保留的雕像 还有一个我们马上带大家去看 走 这个是网易的那个新游戏 漫威对决的周边 听说这个是漫威官方认证的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锤子 如果谁能把它举起来 就会拥有雷神之力 比较上 我不举 那今天我们来了网易园区 正好也是受到了 复仇者联盟的邀请 请我们来当一天复仇者 大家看我这个造型 你看就是灭吧 那我们赶快去换装 走 我们在这个食堂里面 他的人非常非常多 然后每一个窗口都要排很多的人 我们因为刚才问了很多 这边工作人员哪个比较好吃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 把这边的菜都买了一遍贵了 我们一个个给大家尝 对 台队是不见识的 他们这边的所有当口 只有牛排和辛拉面两个是有收费的 辛拉面卖10块钱 牛排卖20块钱 其他所有的东西 就是用一个叫做异豆的东西支付 异豆就是我今天来上班 第二天我就会有个异豆 在那账号上 就当当于我的餐足 那好 来 吃饭 有黑胡椒味道 也有牛肉的味道 也有馅饼的味道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黑胡椒牛肉馅饼 就是学校早餐食堂的那种感觉 你收往以前的吧 哦 这也收了 你没收吗 我也收了 但我还觉得它好难吃 他们四个人刚刚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们对他们的食堂就如是比较 因为他们有方向收益 因为我如果把他们的食堂收得很差 然后他们看到了 然后他们就会持高食堂的果实水平 然后员工就得到了福利 这都是人吃的啊 我在那边排队排20分钟 你让我吃这个啊 其实还可以 不要那么差 你不要这个样子的 还可以的啊 他们那边都在那边鼓掌 这个馅饼是真的一般啊 太干了 而且馅还很少 就是大学食堂里面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 苏椒牛肉菜脚饭 这个相当不错 的味道很明硬 咸鲜辣 肉少了点 这肉还少啊 这么多肉 这肉不少了 你是不是热了 这个很好吃啊 这个很不错啊 跟我街对面的那个餐头炒的差不多 街边小餐的温暖 这个是吧 应该是冒菜吧 跟那个菜味道一样啊 它很好吃啊 这个 它的肉量有点大 那大家放心 这个菜在网易任何人吃到的都和我们吃到的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沙卡国是买的 因为他们员工的亿豆是买的 把他们员工的叛捕都吃掉了 真的很好吃啊 我觉得 相当好吃 嗯 它也没有相当 如果我现在不用排队 你知道我哪一份这个 我绝对是OK的 但是只要超过10分钟 我就觉得 就那样 所以我现在刚刚理解了 那个采访的员工了 你知道吗 我问他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菜比较好吃 他说没有 采访过的吗 你是不是这里的员工吗 我也就刚来一个月 刚来一个月是吧 那最好 那问一下 你觉得这里的员工餐好吃吗 可以的 我觉得 你知道给他员工打个马 保护一下 你们这给他员工打个马 哦 这是什么 千章节粉丝 他这个大骨真的好大骨 这么大一个 100分水平的话 就是3.9分 骨头的酥脑程度差一点点 味道完全不入味 但是见于它是骨头风度 给他吃几个粉丝 这位一个经常吃鸭鸭粉丝的 男性人来看到他们家的粉丝 我觉得粉丝很好吃 能确实跟千章节放在一起吃 太干了 点鸡鸡鸡 53.9 那不是没有鸡鸡吗 没有 但是我觉得一个大骨粉丝汤 它的大骨是重点吗 不是啊 粉丝是重点啊 粉丝最重要了 广义的小朋友注意啊 不要点这个 点这个 这个玩虐他 虐他到不知道是哪里 鲍鱼 他们这个餐厅除了这种堂食以外 它还有员工可以订的包间 这个菜是包间里面的特有菜 这次我们点的是这个鲍鱼红烧肉 这是我往一眼选的黑猪肉 我回来尝一下天音乐的猪吃起来会有不一样 它是天音乐长大的嘛 对的 那长刺猪我高 哇它好软 我确实能吃出它的猪肉很牛鲜 对因为我吃的这一块它里面有个软度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肉又很酥辣 它都是那种肉口即化的酥味 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牛皮 所以我要给大家做一个鲤鱼就是差不多这样 它怎么还不断 就我现在不用牙齿 要给大家做个实验 对吧 没有牙齿 我再想一个问题 也没有可能是它 焖得久而不是猪肉好 我觉得猪肉好也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如果食材本身不好 靠料理手法来做成本 一个是太高了 它需要一个品级大厨来挑这个 看这道菜的鲍鱼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这个它叫鲍鱼鱼鱼肉 这是个啥 我吃不下的 这个胃一样调牌 一整块满满的黑猪肉 我来尝尝看 哎呦 我好腻 它这个肉很酥辣 你看我这样 感觉跟刚刚胡椒的那种感觉一样 它确实特别酥辣 稍微夹一下就开了 这一块都是肉 感觉好吃 这种我小时候去农村 第一次吃到烤鱼猪的那种感觉 那种特别香的感觉 我想检测一下这块肉 因为这块肉 如果它还是很卡牙很干的话 说明这个黑猪也不过于 我觉得不妙 不过于 肉干又柴又卡牙 但是这里的肉就非常的嫩 因为还有很多的脂肪 来来来 来个网易的员工 有什么 这个瓶子有点过吗 我来网易 算两年了 就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是吧 就是你们是在拍视频的 我在天气调解过 原来我们网易 那快尝一下 原来你们自己也可以点是吧 你现在才知道 我想吃完今天你的评价 你不要给它面子 我们会给你脸上打码 好好好 太漂亮了 因为刚才跟你们拍摄拍了一天 我现在感觉就是 只要吃一只吃东西 我就感觉 你能吃出它的牛皮之处吗 可能吃起来是 冰酱的味道 可能吃起来它刚刚软 然后跟这个我们平常吃的是 挺腻之铁 挺腻之铁 那你下次会自己点吗 我 他犹豫了 等到哪次就会有这么 在其他老公 就被比较的时候 我会 黑咖黑咖 没关系还会来的 等网易爸爸再出新游戏来 再找我们做网站 我们再来吃他们的食堂 看有没有改进过 众所周知 网易做了很多的 游戏 这个时候 这个他这个表情 让给他加两个钱的符号 吃到好饱啊 其实我觉得网易的食堂 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就那样吧 关键他不用 不用员工自己付钱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 公司的这么大的食堂 他同时每天要满足 这么多人吃饭 如果在这个前提条件的话 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个 水平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让我说他好吃吧 我相信网易的人 都没有一个会答应的 那我们饭也吃完了 然后马上我们要去 他们的这个 三位对决的游戏的 开发部 去试玩一下这个游戏 对 吃完饭了 去吃饭 你让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要跟漫威对决的设计师 进行一场漫威卡牌的对战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水平 我的水平是国父前20 然后我估计设计师 是肯定打不到国父前20的 根据我一关的了解 哎呀 伏笔了 这个游戏刚上线的时候 我玩的特别多 我直播也不直接就玩了 对了 之前顶将直播的时候 播过一个这个游戏 我的对手为什么不上播 对吧 我觉得是在PY 哇 这位传授使出了权力 哇 伏值 这是这个啊 哇 这个战斗有点 他现在能跟我打成 他太厉害了 这个游戏的思路是 自己组一套卡组 所以自己组一套下棋的卡组 然后跟对方下棋 他的策略点在于 你自己组的卡组 你是可以压缩他的排骨的 比如说你要的牌 你就要带两张 你不要的牌 你就带一张 你可以带四张吗 最多 哇 你真的蛮厉害的 我现在开始怀疑 他们到底是带凤水 还是他们就真的 就只有这点实力了 我本来以为 别的游戏的设计师 会比鲁石的设计师 要好一点 没想到都差不多 好 决赛了 决赛了 决赛 惊奇队长内战 你不拿无线手套吧 不是不可以 如果我赢的 节目效果蛮好的 你们赶紧调一下参数 这个手套就是能让场面上 一半的敌人直接消失掉 对对 我发现是不是每个游戏的设计师都这么在啊 为什么不让我去当设计师呢 怎么用一句话来表示出你是一个漫威对决的老玩家啊 四个字 我发现是不是每个游戏的设计师都这么在啊 格斗好客 完了 完了 格斗好客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网易爸爸能够请我们来参加这次 此漫威最尖卡牌的活动 顺便给了我们一个 体验他们的食堂的机会 反正不过我一直以来一个溯源 一个大公司的食堂是什么样的 但是去了网易的食堂以后 我开始好奇了 腾讯啊 阿里巴巴啊 微软啊 谷歌啊 苹果啊 Facebook啊 他们的公司的食堂是啥样的 对 对对对 星巴克的 星巴克有公司嘛 他们办公的地方我觉得不如网易 希望网易的漫威对决可以越做越好 可以再来找我们做广告 然后同时他的竞品们也可以找我们来做广告 没事的 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网顺和小猫猫的账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下次再见 10月28日漫威对决新版本 红防行动超级英雄黑寡妇登场 欢迎下载体验 这个网易也选的分威唱蛮好学的 可以找他们联系我们做网易 特别干什么 zäh嘛 蓝丝 明镜